顧江朝也 文王命而睡不果 以羽浮里 若不相是然 他说顧江朝也 不论是你见王还是王见你 那都是见嘛 顧江朝也 总是最后还是要相见嘛 对不对 那么坚持干什么 文王命而睡不果 你本来是你自己本来就要去拜见王 一开始不就这样说了吗 孟子江朝王不是吗 本来你自己就要去拜见王的 结果你一听到王请人来召你 然后你就马上躲起来 那个不果就是不果行 不积极 王命来召你 你就躲起来不见他 这番话的意思是说 孟子你怎么如此龟毛 他见你你见他不都是见吗 以羽浮里 若不相是然 他讲说你现在的作为啊 跟古人的礼法 君命遭不试驾 好像是背道而耻啦 不像是背道而耻的 你没发现吗 因为他觉得君命都来遭了 你不走是不敬 那个是说的话是没错 各位如果孟子是臣 那么君命就可以遭哦 而且他不能等车驾的哦 当时的鲁军遭孔子 孔子也是这样的 不是驾而行嘛 现在问题是 孟子来这里是客卿 是当师父 是不能造的啦 曰 其未是语啊 孟子现在就回答他这番话啦 说哪里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啊 为什么不是这样 我是宾师 我不是臣啊 不适合你这个说法啦 曾子曰 尽处之父不可及也 彼以其父我已无人 彼以其绝我已无意 无何欠乎哉 曾子啊 当时 敬国也好 楚国也好 国君要遭他 曾子不去 曾子当时就说这个话 说进国也好 楚国也好 那么富裕 那我是赶不上的哦 不可及也 我赶不上的 可是呢 彼以其父我已无人 他有他的父 我有我的人 我的人是他学不来的 他不会的 我的人证 他学不来的 彼以其绝我已无意 他呢 有他的观觉很尊贵 可是我有我的道义 我讲我的道义 怎么样 用这个道义 人意来治国 他不会的 无何欠乎哉 欠就是少啦 我比他少个什么呢 福起不义而争执言之 是或一道也 说你说我这样做 是不义不敬 哪里会不敬 而曾子会这样说呢 曾子会这样说 肯定必有一个道理啊 是或一道也 或者我今天碰到的情况 和当时曾子碰到的情况 那个遭遇是一样的 比喻现在的齐王 就像是晋楚的王啊 而现在的孟子呢 就好像当时的曾子 那么孟子 拒他的君之招啊 现在呢 就跟曾子当时拒绝 进楚的国君 招他是一样的 如果孟子说的是有意的 那么我今天孟子 做的就是对的事情 我们有我们的坚持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在 我们知道必须这样 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啊 天下有达尊三 决一 齿一 得一 天下呢 有共同通达的 到处都会被尊敬的东西 有三个 叫做达尊 达尊就是天下不论到哪里 都会被人尊敬的 决一 官决高的呢 都会被尊敬 这是一个 齿一 年岁高涨的 八十九十岁 到哪里都得到人家尊敬 这是一个 得一还有德性高超的 到哪里都受尊敬 不论他年纪多少 朝廷莫如诀 乡党莫如此 府市长名莫如德 在朝廷上受人尊敬的 什么最受人尊敬 莫如官位 依官位的次序而排尊碑嘛 乡党莫如此 如果在邻里之间 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 那个时候就不论诀 论什么 论此 此就是年纪啦 越年高的 头发越白的 越受尊敬 所以 如果是朝堂上的绝 到乡党里面去参加乡里面的乡宴 那个时候谁大呀 那绝不算大 那个时候尺会坐在最上位 这样各位懂意思 府市长名莫如德 如果讲到说 要府市长名 要来替国家磨藏远的队的策略 能够行王政 那什么是第一的呢 那是有德性的人 懂得怎么样用仁义道德来治国的人 那个人才是第一的 勿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 说哪里能够说 只有一个 然后去清漫 有两个的呢 这个天底下有三个东西 到哪里都被尊敬 你拥有一项 你怎么可以轻视有两项的人 这在讲什么 就是说 其王有什么 只有绝 年纪轻轻 没多大 然后呢 他有一个官位 就是王 好 算他绝算大 可是他就轻慢有两个的 两个是什么 孟子 孟子连岁高涨了 而且呢 有道有德 那怎么可以有一个的 轻慢两个的 绝不算什么啊 天下达尊有三 你才有一个啊 你怎么轻慢有两个的呢 好 故将大有为之君 必有不招之臣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为之君 你想要以后要有为 要成王道 必有不招之臣 你一定内心里有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师父 你的老师 比你有德性的 而不是说 我今天很有钱 还是说 我地位这么高 我是一国之君 然后我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大有为之君 不是这样 内心永远空着一个 值得尊敬的人 所以必有不招之臣 一定有一个不敢招他的臣 那个臣就他的师父 欲有磨焉 则就之 想要去讨教什么 天下国家的大事 则就之 他就这个宜尊救驾 到他的师父那里 去鞠躬去请义 当时的齐桓公对管仲就是这样 当时的汤对乙饮就是这样 文王对江太公就是这样 当一个君有这样的态度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有德性的 有道有法的那一个将领 那一个臣 才能够完全的发挥 帮助他的国君王天下 那至于管仲帮他的齐桓公 齐桓公已经做到圣德 能够去把他的管仲 把他当成相父 那样尊敬他 而最后没有成王 这个罪过在管仲不在于齐桓公 因为他已经把国阵给他 他没有让他成为王政 没有让他成就王道 齐桓公在历史上 也没有尧顺鱼汤那样 那么一般受人敬重的地位 都没有 罪过在谁啊 不在齐桓公 因为齐桓公就是不懂 我才请你管仲来当相父 结果还是没有成王道 成报道而已 这个就是古代的路者 瞧不起这个管仲的原因 所以大有为之君 一定有不招之诚 这个才合理 这个才是教导万事的法 万事的人都要尊重贤德 是因为他的君 一定有不招之诚 示范出这个德性的时候 所有万事的人都会尊重贤德 结果今天孟子为什么那么坚持 各位现在听得懂一点端倪了吗 好不容易 我一试的才学 就要贡献给你 而且他是却有才学 却有德性 来到这里才刚见面 如果我去见你没关系 师父去见徒弟可以的 可是偏偏我还没去的时候 你派一个人找我 犯了大忌 犯了大忌 我就不能去 因为一去就没有机会再让他低头 这个已经做了不良示范 如何教导万事呢 那我就干脆装病 有没有 就第二天不得已 要去吊伤也去吊伤 结果搞了一个梦仲子 又杀了一个谎 不得已只好住到这个锦手事家 才跟锦手事发生这段对打 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说 圣人的用意原来是如此的 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 说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把你培养成大有为的君 但是你没有尊德乐道 如果是你尊德乐道 你怎么可能去招你的师父呢 你觉得梦子很有学问很有德性 所以你才邀请他到齐国来 他来了你怎么招他呢 你应该要一尊就驾去请依梦子 这个示范如果做对了 全国的人都会尊重梦子 不只尊重梦子 全国的人都会尊重以他有贤德的人 那么这个国家就大有希望了 不是吗 那么这么样的一个重要 一个示范的机会 国军没有几次机会示范了 怎么在这么重要的关卡 你却做错了示范呢 那梦子为了不让这个错误的示范发生 怎么办呢 就装病 这个各位了解他的用心 故汤之于乙饮 学焉而后成之 故不劳而亡 所以梦子现在举例 你看桑汤 对于他的宰相乙饮 先把他当师父 学学学 学了很久 而后乙饮才真正当宰相 不是一开始宰相 把他当客卿 当师父 学最后 国政要委托给他的时候 才叫他当宰相 接下宰相这个位置的时候 乙饮才是商汤的臣 可是商汤看待乙饮 不能把他看成臣 可是乙饮把商汤 就把他看成君 全心全意的去奉献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氛围不同 看法就会不同 不能够说乙饮当汤的臣之后 汤以后就糟蹋 不敢的 所以因为不敢招 尊敬贤人 故不劳而亡 所以不必麻烦 因为麻烦的是 乙饮会帮他摆平 他就这样 把国政委托给乙饮 他就成王到了 皇宫至于管仲 学焉而后成之 故不劳而霸 那秦皇宫也是有这个德性 只是他所遇非人 他遇到管仲 管仲虽然很厉害 让他成霸 可惜没有成王 但是秦皇宫一样有这个美德 他学焉而后成之 看待管仲如相父 叫他相父 也是先学 而后跟他谈了好久好久 谈得非常的开心 而后才把国政授予给他 最后也不错成了霸 今天下地丑得其 莫能相上无他 好尘其所教 而不好尘其所受教 说你看看现在的天下 地丑得其 丑就是相当 同类叫做丑 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 千里见方 每一个国家的国君 德性也都差不多 没有一个突出到哪里 莫能相上 没有一个出类拔萃 无他好尘其所教 而不好尘其所受教 这没有别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些国君 都好尘其所教 的意思就是说 他喜欢那些 让他使令的 听他指派的 怎么做怎么做 反正我说了算 好你如果可以接受 你就来当我的臣吧 所教就是说 君说了算 臣子能听话 那些人才有资格当臣 而不好尘其所受教 受教什么意思 有德性的人说 君要听他的 叫做受教 他不喜欢请这种人当臣 好 只要说像 像这个孟子 孟子只要一当了 其王的臣 以后其王要受他的教化 要把他当老师的 不再是指指点点的 可是为什么当时的国家 这么多 地都这么大 为什么没有一个 粗类拔萃 只要有一个 好尘其所受教 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 愿意委托国阵 给真正的贤人 那个人将会呈亡到 出列拔萃 因为当时的时机 已经是非常非常 成熟的时机了 汤之于乙饮 还公之于管仲 则不敢招 管仲且由不可招 而旷不为管仲者乎 你看 商商对于乙饮也好 还公对于管仲也好 都不敢招他 有事则就叫 管仲且不可招 连管仲都不可招 这个乙饮就是瞧不起管仲 连管仲都不可招 何况是不屑做管仲的人 这个是有前文的 前文不是公孙所问说 这个谁谁谁 是怎么样的人 他说你实在是个齐国人 你只认识管仲 管仲没什么 对如者来说 很鄙视的 为什么鄙视 有这么一个贤君 当你做师父 国阵委托给你 一点都不管你的事 你竟然没有让他成王道 你只是成个霸道 管仲你的气量实在太小了 这个 我们都不配当管仲的 连管仲都不可以招 你觉得我是可以招的吗 孟子的意思 我是要跟姨姨一样 要帮他的王城王道的 在历史上要名垂青史的 如果你真的要效法商堂 我可以招吗 如果我可以招 那这个示范已经破了 这基本的敬贤的教化已经破了 连这样的谦卑的心都没有 他是将大有为的君吗 那就不是了 所以这一点孟子非常的坚持 那么如果我们前前后后仔细的咀嚼 慢慢的去读这段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一个圣贤的用心看得有多么的长远 必须在意的原则一点也不苟且 而不是龟毛 本来你就想要去见齐王的不是吗 齐王好说歹说 也去请个人来请你 对不对 应该算有礼貌 最后还不是见面 你有什么好坚持的 这个就跟这个景丑士的问题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慢慢的看看这个孟子怎么陈述 最后我们才了解说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多杰出 内心永远要放着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当那个值得尊敬的人出现的时候 当他的道德比你高超 当他的所有的才干都比你高超 你就伪证给他听命于他 你请示于他 那你再也没有指指甜点的机会 本来我们所作所为 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国家能够更好而已吗 而不是为了一己知识 或者是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那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 那孟子这么坚持 对吗 这是非常对的做法 即使他放下身段 不计较这些 让齐王认他怎么着就怎么走 我告诉你 齐王最后看清他 也不会受教于他的 最后也不会采纳他的 那不如保持一个格调 让后人来追忆 这岂不是更好吗 这只是孟子的选择 所以我们了解说 必要坚持的原则跟德性 那是要坚守的 不可以轻弃的 好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